兩個人在馬路中間追逐 接著男子亮槍跌倒 整個人鋪接 後方三人馬上追了上去 將他壓制在地 幾個人扭打在一起 一旁民眾聽見聲響 趕緊來幫忙 怎麼說誰人家壓制 一直喊一直喊 喊喊喊喊喊喊 但都一直喊喊喊 三四歲定性男子 是雲林某間火鍋店的前店長 十號中午他洋裝自己是總部長官 要進店查帳並檢查裝修設備 沒想到他伸出第三隻手 偷走店內的十九萬現金 被點尖的店員識破 嫌犯見識機敗露 馬上奪門而出 才沒跑多遠 就被民眾合力壓制 利用他前員工的身分 對那個地形的瞭解 來做詐騙他們 他們現在的員工 據瞭解嫌犯是因為 午夜缺錢才會異想天開 跑到之前工作的地方順手牽陽 而彰化這間牛排館 也來了不速之客 女子趁店員不注意 打開收銀台 一把抓起現金就往口袋裡放 5月5號晚上8點多 當天牛排款生意好 女子稱店員不注意 偷走店內一萬兩千元 警方事後調查發現 三歲真姓女子是冠犯 有吸毒前科 疑似是沒錢買毒 才會一偷再偷 而這名女子的最大特徵是 沒有門牙 警方巡線將她逮捕歸案 她都是隨機的 她摩托車騎到 那個商店之後 看四處無人之後 或是利用買東西的機會之後 那個店家輸以注意 就將其皮包竊取而走 警方調查 女子先前已經犯下16件竊案 為了她在偷錢 檢方已連續竊盜 裁定預防性羈押 接著六人兵陳盛委 楊敬李雲捷運 林彰化 藏寶報導